溥仪游览故宫,应该是上世纪最有趣的一件事。 1959年,多年老狱改造生活结束了。 杜玉明、溥仪这些狱中的兄弟们,在北京的文史馆上班。 从叱咤风云的历史巨人,到深陷淋雨的阶下囚,再到整理文史材料的勤奋工作者, 这样从风云激荡到归于平静,杜玉明和溥仪,都深刻感受到了晚年生活的幸福和甜蜜。 这一天,杜玉明对王耀武、沈醉,几个昔日一友聊天,聊到故宫。 杜玉明说,老溥肯定不敢去故宫,那是他以前的家,去了铁定要伤心。 这话传到溥仪耳中,溥仪直接挤眼了,谁说我不敢。 我现在是共和国公民,参观故宫是我的权利。 然后对杜玉明说走,兄弟们都去,我轻车熟路,给你们当导游。 溥仪一行人来到故宫,发现很多人排长队买票。 溥仪和杜玉明虽然是名人,却也没有免票的权利,只好买票进门。 溥仪一边掏钱一边小声嘟囊,怎么回自己家也要掏门票啊? 杜玉明准备告诉工作人员溥仪的真实身份,溥仪一把给他拦住了,老杜你干啥? 我微服私房不行吗? 溥仪带着杜玉明等人,到了故宫游览。 当他在陈列馆见到一张光绪的照片时,终于忍不住了。 他告诉工作人员,这张照片搞错了,他不是光绪。 工作人员被他气笑了,你这个老同志,我们这些陈列的文物,都是专家鉴定过的。 怎么可能有错? 杜玉明也在旁边去老溥,你是不是老眼昏花看错了? 专家应该没有搞错吧? 溥仪怒吼一声,我这么可能认错。 照片上这个人是我爸。 他的名字叫在风。 就这样,溥仪帮着故宫纠正了一个大错误。 于是故宫里再也没有展出过光绪皇帝的照片。 后来,溥仪再去故宫,就能看到自己的照片了。 这是因为,溥仪是中国历史上,唯一一个留下照片的皇帝。